人肉炸弹血洗阿富汗支撑办公室和实业派文化中心 死亡人数至今已经攀升到41人 伤者人数多达84人 卫生部发言人指出 死者当中包括4名妇女以及2名孩童 另外5名伤者情况危怠 他们多数是严重烧伤 炸弹客先是袭击建筑底部的塔巴扬文化中心 当时正举办苏联入侵阿富汗38周年纪念的研讨会 猛烈的爆破力导致二楼的新闻办公室也一并摧毁 现场血迹斑斑碎片散落满地 警方调查发现 袭击者先是在中心外引爆第一颗炸药 另外两颗炸弹在30分钟后同步引爆 因此才会造成死伤无数 不过联合国认为 毫无疑问的袭击目标就是平民 极端组织伊斯兰深圈国随后宣称策动袭击 并只获得来自伊朗的支援 美国白宫事后也表明将会和阿富汗政府合作 找出险凶将他们绳之以法